老花一美日一打 回来一下 出坊们的养发问题 拔出来看看根系也没毛病 它是老铁啊 没毛病啊 都是白根 每天几个叶片 几个叶片的 好的叶的就是控制不住 这啥玩意儿这是 这是根流嘛 出坊 你这是 还都是白根 这是路着土 这不挺好的吗 你拔出来干啥呀 你跟我那时候 刚开始养发一样 哼 长根了嘛 长根了嘛 拔下来出进去 别老收拾它 好不好 这是个杜鹃啊 杜鹃 没什么大问题啊 问题不大 稍微有沙俩叶子 这样是属于很正常的现象 你拔出它来干啥呀 好吧 浇水的时候要浇通透一些 我看你用的基本上是 路着土 外围的颗粒比较多 这种的话很容易 就是咱们浇水浇不透 好吧 另外的话呢 不排除天冷 我看你家里边也是有点冷 慢慢来吧 慢慢来吧 杜鹃 这块它 对人待得很舒服的环境 像我现在我们大棚里边 我又套了个二棚 你看吧我这是个二棚 又套一层 这种还是冷 还是冷 好吧 就它需要空气湿度要大一些 要温润一些 那种才好 这个慢慢来吧 老花爷这咋回事 发财数呗 冷了 咋回事 一看就是有点冷了 宝贝 不吧 别的问题不大 明年春天 如果能扛过去这个冬天啊 明年春天修剪修剪 留几个那种小小的叶片就行了 然后呢 撕点肥料 现在呢也可以这么操作 如果说家里边温度高的话 不过你现在家里边冷了 现在是考虑月冬的问题了 花种 好别致的称呼啊 嗯 帮别的帮忙看看这个懒人盆咋玩啊 什么胡椒 三两个星期 咋叶子 你看懒人盆 你你水大了 快给它淹死了 宝 你现在你给它整个的上边那个白的拿出来 先给它量量 缓一缓吧 先把那个量量缓一缓 你正常的去吐肥吧 懒人盆懒人盆 我跟你说 真的是 省得你给它送中了 这花瓶都给它送走了 你这个放那么多水干什么 干湿循环 用啥盆都得遵循那个道理啊 好吗 拓宝说 康乃兴要打顶吗 你这个土长了 这不是打不上 你这个叫土长 什么叫土长的 徒劳无功的生长 由于缺乏光照 植物这是典型的一个特性 在缺乏光照的时候 就垫起脚尖来 对吧 你比方说潘尼林那种 一只红硬出枪来 为啥 缺光啊 对吧 它需要光 所以说 那现在就土长了 多给足一下光照 没错啊 既然都长得这么长了 你可以捡 可以捡 起根啊 起根平平查也可以的 这么长也行 多塞塞太阳 好吗 还是有点瘦啊 给点肥料 不给光 还不给肥料 还怪人家 一只红性出枪来 大郎 该吃药了 大郎 该吃药了 老汉叶 我牵扎的月季发言了 长叶了 是不是这个移动的 大点的盆养护了 你着什么急 那再拿到哪 等根系长满 爆盆了 你再换 现在还高涨一点叶 你就飘了 你想弄吃它 你 下一个臭宝 发来一种一大水片的作文 很长 静音化 看一下 比利时精选 现在温度 -4到7度 比利时进口 咱们不知道 反正如果说 咱们普通的静音化的话 在我们山东地区 完全可以实现露天的地灾 零下湿度 一点问题没有 好吧 现在我不知道 您最近干了点啥 你跟我说的是 冷了 就是冷了 就是冷了 别的没啥 这就是秋色 落叶 冷的 没什么问题 零下四度到七度 能扛过去 你浇水还是 冬季的时候 就是保持微潮 好吧 冬季的时候 就是保持微潮就行了 别遵循那种干透了再浇了 因为干透了 可能它就脱水了 因为表现的体重 不那么明显 好不好 看你这个盆土 还是有点干 你浇点水 它冻住了 没事 没事 好 现在养问题 到这了 绝不错 记得点个赞 希望各位大郎好好养花 我是老花姨 养花的生意 小姐姐 别忘了 白了 白了